歡迎回來 財機大白話 現在大家都看好 電商的市場 就連夏普也要收購美華泰 而且是要轉型 走這個新型態的電商 其實除了電商之外 他也是瞄準這個美妝市場 六百億的商機 這個動作讓這個市場上 其實是非常的震撼 這個我們來問一下朱老師 因為其實夏普 大家的印象都知道說 你是一個家電品牌 這次怎麼會跨這麼大 完全跨進了一個 不相干的美妝通路 而且瞄準的 竟然是電商的市場 到底背後的盤算是什麼 所以剛剛主持人 其實已經犯了第一個錯誤 夏普是電商品牌 那是我們台灣人 對夏普的印象 夏普在日本 他做了很多的美妝儀器 這是大家忽略掉了 夏普在日本是一個百年品牌 大家看到的是因為我們鴻海 大家對夏普的印象 可能就是電視 冰箱 那些比較所謂的白色家電 事實上他做了很多的美妝的用品 譬如說吹風機 蒸臉器 等等 相關的美妝用品 其實在日本早就行之有年 所以說這是大家台灣的原本 對夏普的一個錯誤的認知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為什麼要去買美華泰 那美華泰當然是台灣 非常有實力的一個做美妝 這些百貨通路 他其實從台南起家 到他集盛時期 全台灣有三十幾個門市 不要小看三十幾個門市 你去過美華泰就知道 他的門市是非常大的 有些甚至就有點像小型的百貨公司 有好幾層樓 所以他是三十幾個點 其實不要用一般小小的 你以為像那種便利商店 或是像一般的美妝店 沒有 他都是很大的店面 即便他這幾年的經營狀況比較差 收到只剩二十五個店面 但是他的店面 基本上都還是蠻大的 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百四十五萬個會員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夏普要去買他 除了我們剛剛說 第一個夏普本身他其實有很多的美妝的器材 他可以藉由這個美華泰的通路 他可以去賣他這些東西 更重要的一百四十五萬的會員 這不得了 如果今天夏普要在台灣打這個新的市場 因為就我們剛剛說 大家對既有的夏普的印象 都是生都是家裡的白色家電 如果他今天要把他的美妝家電 正式引進台灣的話 他一定需要有一個強和有力的通路 那美華泰正好是一個非常好的點 既有既有的通路 實體通路的點 然後又有一百多萬的會員 他歷史又很悠久 好 所以接手之後 那當然他對夏普來說 絕對是一個立即性會有一個非常好的反應 而且其實大家再仔細看 大家應該有印象 夏普不是早就在做口罩了嗎 我相當程度覺得 一方面可能是為了這房屋異議問題 那另外一方面 你做家電的沒事去跟人家做什麼口罩 其實不就是一個試水溫嗎 對 因為你看到夏普 他對日本來說 對夏普的品牌是非常非常崇敬的 因為我們說他是百年的老品牌 所以你看到夏普開始做口罩之後 在日本搶翻天 尤其是夏普他自己在日本 他其實就有一個那個電商的平臺 就是在賣這種生活的百貨 包含的這些美妝儀器 結果又開始開賣口罩 居然爆掉了 塞到爆 塞到當機 你說二口罩有便宜嗎 一盒五十個兩千九百八十塊日幣 算起來一個臺幣大概十五六塊錢 其實比臺灣貴還蠻多 那當然日本的物價水準 不能直接去這樣比 但是其實都在告訴我們 他其實相當程度就在試水溫 所以你把這些點連接在一起 你就會覺得夏普做這件事情 就不突兀了 那更重要的是原本就鴻海集團來說 他傳統上在做的這些 這些代工的電子產品 其實坦白說毛利都很低 你做這些美妝產品 那才是真的好賺 你看他賣面膜 一片面膜的成本多少錢 我們這就不要在這邊隨便亂講 但是比起做代工 做那些資訊產品 絕對好賺好幾倍以上 那當然市場競爭相對也更激烈 我們這是不可諱言 可是夏普強了他強大的品牌私利 那再加上背後有鴻海這個副爸爸在這邊 所以他現在把美華泰吃起來 對我們來說 對我來說覺得真的是一個高招 所以我們接下來可以仔細看 夏普絕對不會只是想要去賣那些東西 他可能要把整個家電各方面 甚至我其他的美妝我沒有做的全部都引進 真正做一個全方位的一個美妝透露 大家拭目以待 對我們看到 其實在臺灣這個美妝商機 一年有六百億之多 現在郭董也要跨足這個美妝商機 其實我們看到說不光是美妝 就是他比方說這個美華泰的對手寶雅 今年這股價也是一直在創新高 寶雅其實原本是美妝起家 但是寶雅慢慢也變成一個生活的百貨 他也開始賣起家電 現在這個夏普如果加上這個美華泰的話 是不是頗有跟這個寶雅較勁的味道 因為會不會循著這個寶雅 擴展到生活面向的模式 來一場大PK賽 這我們來問一下韋傑 其實就目前看起來國內比較強的 就是寶雅跟這個美華泰過去的競爭 其實寶雅已經全面的勝出 那所以其實在接下來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其實靠的就是強大的實體的 這個通路的這個優異的實力 那當然接下來他們在十二月底要去推出 所謂的這個寶雅Pay 那當然狹帶的就是他們龐大的 這些相關的會員數 那你目前看起來 這個寶雅雖然要推出這個寶雅Pay 可是他們在電商平台當中 沒有自己的所有的個人 自己公司的平台 他們是透過這個雅虎的這個商城去做合作 那當然這個其實並不是寶雅原先的擅長 因為他不過就是一個百貨通路的龍頭 那所以本來不是自己擅長 那我就跟別人合作 透過別人的網路的通路 來幫我賣商品 那我在商品上面去推出我自己的寶雅Pay 然後配合一些相關的產品優惠 去進行這個通路的搶戰 跟電商市場的市占率的提升 那麼以目前看起來寶雅的這個會員人數 是有五百八十萬人這麼多 他們說大概 如果我要取得這個活躍的這個會員人數 大概一百萬來講 大概就是大概兩成左右的一個數字 那當然現在目前看起來 這個鴻海集團的這個Shop 要切入到整個電商的平台當中 其實以國內的整個市場來講 電商的這個市場已經稍微 已經非常成熟 蠻飽和的 那你現在在這個狀況去做切入 是有一點點冒險 不過就目前看起來 他在切入了這個美華泰之後 他全部把它改成是在線上虛擬做經營 那原先就把這個美華泰改成什麼 改成叫做Cocoro Life 就是這個可夠樂 那很明顯你聽這個英文 就是有點日本名字的味道 Cocoro Life 那當然你就知道夏浦是這個鴻海集團 在日本一個非常重要的布局 那當然剛剛這個朱教授提到 就是說在這邊夏浦跟日本的連結 非常的深 除了家電產品之外 也有一些相關美妝的產品 透過夏浦的通路 可以引進到台灣去做銷售 尤其是現在台灣人想去日本 不能去 對 但是又很喜歡日本商品 那怎麼買 你透過我夏浦的通路來買 所以在這個Cocoro Life上面 就有很多的未來 會建置很多日本相關的品牌的商品 會引入到他們的網站當中 那你目前看起來 他們要去做的就是生活百貨 在線上的生活百貨 不管是十一住行娛樂 其實都包含在裡面 各位可以上網去稍微留意一下 其實他們包含的範圍非常的廣 那讓我想到 日本有一個比較傳統的通路 叫做Bicu Camera 跟這個UniCore的結合 叫Bicu Kuro Bicu Kuro 對 他賣電器產品 又賣什麼 衣服 時尚 對 那現在也有藥妝 那現在就是把實體的通路 轉到電商的這個平台上面 所以其實就目前看起來 這個郭董 其實一直對於過去在電商平台 都有一些憧憬 我們看過去鴻海集團 在中國大陸的布局 就可以了解得到 那這一次透過這樣的機會 可以幫這個美華泰的 這個相關的一百四十五萬個會員 再加上原先Cocoro Life的這一些 加起來大概兩百萬人 可是要注意 最近在六月底的時候 六月二十三號的Cocoro Life 辦了一個非常特別的購物節活動 叫做股民購物節 就是鴻海 群創跟紅准 這三家公司的股東 你可以去登記 然後他就送給你購物金 讓你 讓這些股民們 可以上去這個Cocoro Life 去進行消費 那這些人數 光光是你加上鴻海的股民人數 就超過八十萬 那未來加一加 大概會員人數也不會比這個保雅少很多 大概也是差不多 所以如果以初期的活躍數來講 至少可以肯定就是郭董的名聲 還是存在 鴻海的信譽還是存在 很多的這個股民有可能會衝著這樣子的一個優惠 就進去做消費 這個是現在目前短期可以快速度幫助這個 夏普集團在收購美華泰之後 這個網站能夠撐得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因素 所以其實就後面來說 可能 狹帶的這個龐大的會員人數 我省掉了實體店面的這個成本支出 我把這些成本回饋給我所有的這個會員也好 或者是股民朋友也好 讓他們能夠在我這個網站持續消費 養成一個習慣 當你習慣上這個電商平台 去做消費的時候 那沒事你就上來看一看 沒事看一看 那沒事看一看無聊就買一買 買一買 這個商機其實也蠻不錯 各位這次六月二三號的股民購物節 四十八小時的這個銷售金額 就突破百萬 很恐怖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股民對於鴻海集團的這個 這個支持度其實還蠻高的 那所以就目前看起來 未來可能會有很多類似的 購物節的加碼活動 那就目前看起來 鴻海的這個電商的搭配的一個活動 跟這個策略 算是在初期 還算是有一個一定的成效 那後續就要看一下 在這個電商平台當中 其實現在已經進入到了這個殺價戰裡面 那後面能不能夠有一些延續的力道 去搶佔國內的電商平台的市占率 這個就要看一下這個 鴻海集團後續的一個規劃跟發展 對 我們看完這個郭董的鴻海 再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現在要來挑戰鴻海市值地位的 這個對手聯發科 我們看到這個聯發科 股價是大漲了 現在這個市值是已經突破9000億台幣 但是大家也有市場上面一個聲音是說 現在是股價太高了嗎 也有人講說這是第二座護國神山 但是卻有正反兩派論戰 我們看到像是這個野村跟北營證券 他們喊出說 股價上海這個700元 但是這個天風國際卻是市井說 這個市場已經太過樂觀了 還有本土的投顧是降品為中立 不建議復刻繼續追價 這個我們來問一下市聰哥 現在這個聯發科到底是多熱門 為什麼還會引發大家對於他的股價 或是降品的這個論戰 我覺得短時間之內它的確是因為漲太多的關係 它這一波在這個 因為新冠肺炎的影響 最低跌到273塊 然後一路的往上衝 最高漲到594塊 已經逼近600塊的這個大關 最近期在570幾塊這邊震盪 如果以市值來講的話 的確剛才翟軒提到 他目前是台股第三大市值 是9000多億 你想說我們前一陣子還說 他可怕挑戰鴻海 可是鴻海現在市值 又這幾天連續大漲之後 又跟他拉開 可是如果我們跟這個用鴻海來對比好了 鴻海去年的獲利是1153億 那聯發科去年的獲利是230億 其實跟它有差距非常遠 那你用這樣差距這麼遠 你怎麼去追過它 對不對 這個人家就覺得說 你要再去 市值超越過 鴻海這樣好像有點怪怪的 好 我們再對比一個 它這個目前台股第四名的公司 叫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去年獲利是328億 也比這個聯發科230億還要高 就它市值還落後在這個聯發科之後 所以當然如果你用整體的獲利 跟市值比來說的話 你會覺得說它這樣 好像市值有點高估的狀況 那為什麼市值會把它高估成這個樣子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它今年的業績 想像空間非常大 譬如說像這個野村或美銀 他們把它調到700塊 那不是沒有原因 第一個很簡單 因為海思現在受到美國的制裁 所以華為的手機會受到影響 華為手機受到影響的話 其他的Vivo OPPO或是小米就會好 那Vivo OPPO 小米會好 它會好到誰 當然以前他們可能跟高通拿 跟聯發科拿 問題是現在中美貿易 但是打成這個樣子 我怎麼可能跟高通拿 所以我跟聯發科拿 所以他一定就跟聯發科 加強緊密的狀況 所以為什麼大家都說 聯發科今年的業績是相當好 像最近不是傳言說 小米要跟它更進一步的互相合 以前曾經傳說 小米要自己做手機晶片 結果後來好像小米又說 那我未來跟你更加攜手的合作 所以小米原本會掉單的情形 現在沒有 現在還在他手上 所以我覺得其實 今年的聯發科的業績 的確是值得大家期待 但是我覺得短線漲太多 因為你現在 我們第一季他的業績交出來 是57.2億 你如果如果乘以4的話 也是跟去年差不多的水準 所以他現在接下來要怎麼樣 你要端出實機的業績 就是說現在第一個階段先漲題材 5G好棒 好棒 好棒 但是接下來 如果你在接下來的6月7月8月 甚至第三季的業績 你有沒有亮眼的成績單的時候 我覺得如果有亮眼成績單 他就有機會再往上衝 如果沒有 那可能股價會在這個地方震盪一段時間 對 今天台股表現是蠻亮眼 上漲100多點 在這個熱錢持續匯入 還有旺季效應的啟動之下 台股已經有51檔是完全的填權席 馬上回來採經大白話